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线上 凡事都有第一次 在两天之前 大陆官方的新华社 他罕见的推出了一个特写人物特稿 这个系列名称叫中共高层新阵容 第一个人当然是习近平 第二个是李克强 而在习近平的这个文章里面 这被形容是说跟军队是有不解之缘 而且新系台港澳 深入的了解台湾跟两岸的关系 提到了他的女儿习明泽 这在这个中共高层也是第一次 而且还要跟女儿的合照等等 当然凡事都是相对的 这一次新华社这样的一个特稿 他之所以极度的引人注意 我们可以说是因为 跟过去相比的反差 过去从来没有这种事 对 刚才就如同哲伟讲的 从来没有 我们看上一届 十年前的时候 胡锦涛在2002年 他担任新的总书记 然后后来隔年当国家主席的事 当他隔了两年才接军委主席 2004年才接军委主席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刚接总书记的时候 连他们 就是胡锦涛他们全家四个人的照片 都没有对外界公布 我们看到新华社在公布的 昨天公布的领导人的照片 然后等于介绍这高层的新的阵容里头 他对习近平 第一个当时介绍总书记 他直接介绍了习近平和李克强 当时重点在习近平 外界也关注习近平 比较有意思的 有他跟他父亲的照片 他跟习明哲的照片 就是他女儿的照片 有他们夫妻的照片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在当宁德地委书记 1989年 他在当宁德地委书记的时候 他跟彭丽媛合照的一张照片 甚至还有他在文革下乡时候的照片 他回北京来的时候 下乡回北京的时候的照片 那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种是一个新的作风 像哲伟而讲的 以前没有的 那习近平其实上来了 外界可能觉得他在担任 2007年 他从上海市委书记 调到北京接任 准备成为政局常委 准备接任 在下一届接任总书记 职务的时候 他进入政局常委 排名第五 也当中央党校的校长 同时也担任中纪委书记 都几乎为以重任 又是政局常委排名 排名第六 对不起排名第六的 那他在这种态势下 大家都看好他要接班 这五年来可能我们看不到习近平有太明显的这样的声音 可是他上来之后 我们看到他三合一全接了 就是明年换届的时候一定的 从国家主席 总书记经委主席一起在今年的11月 18大的时候接下来之后 我们看到习近平就采取新的这个作风 那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我记得我们最近在做这个年度汉制选拔的时候 选出的这个平安的平 就如同一样 他一直强调 他要平凡平民化 他很多作风 包括他出巡的时候 特别到南巡的时候 或到各地出巡的时候 轻车减虫 也不封入 这个东西其实大陆媒体都陆续在披露 那也看到他一直强调 要官员要平时 然后开始要打贪腐 也就是说他在上来之后 他速度非常快 对 外界也没有想到说 他怎么会速度那么快 然后讲很多人觉得说 他可能要到明年三月 接任国家主席之后 这段时间他还要再摸熟悉一下 其实我们看到过去五年来 他是成为总书记的被位人选的时候 他已经各方面都摸了很熟 而且他是有系统的 他一上来之后 就推动很多的这个 让外界耳目一新的这个措施 其实就好像新华社这样的重要 他跟十年前胡锦涛接种局不同的 他把习近平也受到一个平凡的人 他的这个从过去的生活 包括他在文革时候受到的迫害 然后到陆陆续续一点一滴讲到 包括他跟他的家庭 也就是说过去 这个最高领导人很神秘 最高领导的家庭更神秘 那他这一次等于是透过新华社 国家通讯社的方式 对外这样子发稿 要让全世界 除了让大陆老百姓知道 让华人社会知道 也让全世界知道 他的做法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他是很公开的 很开明的 而且在处理很多事情上 他有新的做法 新的作风 对 就成如这个 绰综兄讲的 就是我们如果看过去这一个月 习近平的这个言行的话 就是说他这个人是充满了信心 英文来讲 他就是full of confidence 比如说他上来了以后 第一次的初询 就是前往广东 不是去这个悼念 或者是这个来看那个所谓的革命圣地 而是看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地方 而且呢 还就是成如您讲的 他就有八个规定 就是要这个轻车减从 不要奢侈浪费 就是他的信心是哪里来的 而且为什么他这个稿子里面 新华社的稿子里面 一开始的开头 就是讲说他去广东 强调的是去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地方 而且还说跟军队又有这个不解之缘 为什么他的信心那么强 我刚才特别强调了 习近平在07年 成为总书记的备位人选之后 其实他各方面的联络都已经 做法都其实大概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 他的上任是非常关键的 是直接也接了中央军委主席 也就是外界觉得 他并不需要有一个过渡的时间 既然不给他过渡时间 他马上就开始做他自己要做的 那刚才哲伟也特别提到 其实习近平 从他的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跟军队的渊源是非常深的 那过去 我们说02年的时候 江泽民考量接两年军委主席的职务 是因为胡锦涛跟军队没有渊源 但习近平 他父亲是习仲勋 这个是元老的军方的元老 而且在军界 大陆的军 中共的解放军来讲 他的人和是非常好的 而且名声非常好 习仲勋 我想习仲勋有相关历史 我们节目就不说 因为时间太短了 那非常关键的 习近平也在军委 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过秘书的职务 他也干过军职 也担了三年的军职 所以他对军队的渊源 从他的这个成长家世的背景 在他成长的经历来讲 他跟军队都不陌生的 我们他后来到河北镇定县 当副书记到书记 再调到厦门当副市长 然后再到宁德市当地委书记 然后再到福州当市委书记 他到福州当市委书记 其实他就开始在兼福州军区的相关的职务 也就是说他在整个 这个围观的历程中 他跟军方是一直有互动的 这一点他也是让他更有信心的 军队稳定 大陆一直强调 中共一直强调枪杆子和笔杆子 枪杆子他已经握得很稳了 而且他当军委主席 而且他在2010年的时候 就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准备要接班 跟军队做一些相关的对接 所以他的在军队政权掌握得 非常稳定的时候 再加上他在经过五年的这样的理念 所以他当然是很有信心的 来推出一些新的做法 好 如果说我们来看 这个习近平他新人上台 然后立刻就有那么多的动作 而且范围那么广泛的话 我们就来看看 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 当然对于西方媒体来讲的话 西方媒体常常就是说的是 这中共的高层的人士 都是这个所谓的妥协的结果 或者是斗争的结果 但是如果说习近平是一个 妥协斗争结果出来的人的话 他不可能那个样的大开大合 那另外一个就陈如丑中兄讲的 从2007年开始就开始跟军方的最高层 开始有了关系 更不用讲他以前的事情了 如果说他在这个胡锦涛的后五年 他能够那么顺利的就是安排好 就是接任总书记以后的道路的话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胡锦涛可能五年之前就已经跛脚了 但是我们晓得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一般媒体可能没有提到的 就是或许习近平跟胡锦涛 他们在相当程度对中国大陆的 未来的思维是一致的 我想在这一次的18大的人事布局 就诚如像哲伟看得出来 在这一次如果说中共高层新阵容的 新华社这样系列的介绍 其实外界最关心的还是习近平和李克强 但李克强的并不多 李克强主要还是习近平 当然因为习近平是最高领导人 外界也最关注他 其他后面五个 我们说包括余震生 包括张德江 包括刘云山 还有王岐山跟张高丽 这五个人其实在中共政团 他们不算新人 因为他们第一个年纪也大 他们都64岁到67岁之间 严格来讲都已经只能担任一届 所以他们对大陆的民众来讲 或者甚至海外民众来讲的话 他们对他来讲都不陌生 所以他介绍新人 还是看这两个人 习近平和李克强 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说以目前来看 在整个胡锦涛跟习近平之间 在十八大的时候 怎么样去做布局 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共识 我们这边没有办法说 很确切的跟观众朋友来讲 但是从很多迹象可以看得出来 胡锦涛愿意把中央军委主席 他不要按照他的潜力 扶上马送一程 他不需要扶上马送一程 他直接的裸退 从某一些意义来讲 习近平也知道这样的用心 我们看到在十八大的时候 习近平在结束之后 在致辞的时候也强调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胡锦涛对于习近平的接班 是充分信任的 我特别强调2007年 为什么 因为这五年来 习近平成为被位的总书记人选的时候 他跟胡锦涛之间的互动 是非常频密 也是很有默契的 我们看不出有任何一点 包括甚至薄熙来案件的时候 薄熙来案的时候 双方有任何一点 没有说好像有不通气的 基本上是通气的 双方是非常有默契的 也看不出有任何的对立的言语 或者是有矛盾的言语 几乎看不到 在任何的公开的场合 也就是说双方 在这一次权力交接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有默契的 按照这个 当然我们不能说胡归 习一定随 但是从这个可以看出来 习 秉承胡锦涛对他的这个信任 还有权力的这个传承 他基本上 他之后 他还并没有一定随他 他还自己采取了 更强烈 更新的 更平民化的 让外界耳目一新的一个做法 到目前为止 11月 18代才刚结束 现在才12月 就一个多月 习近平就让外界耳目一新 所以我们从权力的这个操作来讲 他是非常成功的 到目前为止 而最后一个问题 简单的想请教这个总编辑 就是您看未来一年 习近平的挑战 那他有没有办法面对 所谓的挑战 基本上就是反党的腐败 那经济可能还其次 他在反党的腐败 他会不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阻力 我想在江泽民时代开始 甚至从邓小平时代开始 大陆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 强调以经济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策略 就很明确的强调 要发展经济 但历经的江泽民时代 历经的胡锦涛时代 都贪腐的问题一直是非常严重的 并没有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但是让他缓和的情形 其实一直希望能够比较缓和 但是都没有很有 就是说让外界感觉很新 所以习近平上来 直接抓了最重要的问题 贪腐的问题 希望能让外界 能够平息外界的这个争议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 好 有关于这个习近平 能不能有效的这个打击贪腐 明年一年 这是大家可以好好的看 而今天我们非常的谢谢 这汪宝的总编辑 王硕中 硕中兄 到我们节目来做精辟 还有深入的点评